美鳳姐 前進入缸吃美食 先嘗到了在地特有的美味 鹹粉餃 還有用料扎實口味豐富的浴丸 以及有古早味的甜甜蜜 那今天陳隨意夫婦 還要介紹什麼好吃 好玩的 玩的給大家呢 想知道就不可以錯過 精采的節目內容哦 美鳳有約 LET'S GO 陳隨的隨意 還有衣襟的腳步 我們來到這一家 套生涼 公公吃傳統的老闆 對 那這位帥哥就是老闆 美鳳姐,你好 好 讓隨意哥去衣襟姐,你好 老闆好 他老闆... 老闆叫老闆 對,叫老闆的 一般叫 因為他新聞都叫老闆 老闆,我隊長就好了 他說老闆跟我們說 跟我們說不定 你來再介紹一下 老闆 老闆 就是蝦 是鄭姜先生 對 因為六天四十 都四十塊 四十塊 四十塊 所以不敢吃 但是你先進去什麼 我吃大火才變那麼高 真的 現在吃的會有嗎 對,現在吃的會有 老闆現在 我們說是大家吃的東西 越來越集散店 所以傳統的豆花 那就是豆花 我們用這個機器 就有這個補充 對不對 如果我聽到說 我豆花 我可以帶一家抽刀 有刀 那是傳統的 然後這樣 不會有什麼鹹草 對 什麼紅豆、綠豆、鴨仔豆 對 總會變化 越來越貴 所以現在... 如果你要吃一碗 我們中間吃就覺得很棒 這種天氣 對 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譬如說我吃一碗麵 我才去給我... 走一走 走到這裡 來吃一碗麵 吃一碗麵 放到天的 這間豆花店 距離昨天介紹國洞師的玉丸 和美華姐的青仔麵 都很近哦 這樣的行程 很完美啊 好,我們現在介紹這幾項 就是你們店裡面 是有的這個店 有的招牌 招牌 招牌 好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先吃這個綜合豆花 綜合豆花 剛才我們這個豆花 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這個有拿著金牌獎 中華民國優人商品的金牌獎 為什麼你... 憑什麼能得獎 請說明原因 北鳳姐 請你吃一碗麵就知道了 這樣啊 我有主意在金牌獎 好 好 因為豆花的品質是不便宜 是上面搭配的東西嗎 對 對 很傳統的... 很穩定的豆花 他把它做這個... 好 沒關係 這個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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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以前過去很小的時候 剛才的環境不好 我們都不買過年 也要做豆花 對 因為豆花這樣糊了 你媽媽在那裡... 我在那裡剪 在那裡剪 剪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瓦子 好 在那裡剪 我在那裡剪 在那裡剪 在那裡剪 沒有 沒有的豆花 沒有的豆花 所以這豆花 現在很多叫作什麼... 布丁豆花 布丁豆花 坦白講 我個人是喜歡傳統的 對,傳統的 所以你這個島會一吃 我會覺得它有傳統的味道 傳統的味道 對 而且它的甜度剛剛好 你的島會太甜了 不會太甜了 不會 我是在吃它島會本身 為什麼會得了 這它傳統嗎 還有呢 還有,你會覺得它的這個... 綿密度 還有它這個糖水 我覺得很不一樣 它的糖水還真的... 真的 不會太甜 真的嗎 它是還滿爽口的 因為我們的糖 很多是用台灣糖 很多都是... 房間都用進口的 進口比較便宜 因為台灣糖 台糖的成本比較高 還有加紅糖進去 太好了 對,紅糖耶 紅糖 非常好 這個豆花要好吃啊 除了豆花本身是關鍵之外 糖水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哦 獨特的比例和手法 所調出來的糖水 就是特別的香甜 讓整碗豆花增色不少耶 好,我們吃這個算是溫... 吃到溫味的這個味道 因為你說花生、紅豆 其實味道也都是順順的 順順的 接下來要比較不順 你要講口感又不同 就是什麼口音 這個看起來就... 這是仙草奶豆 看起來就不太一樣 仙草奶豆 好 有人說 為什麼要加一個牛奶的啊 就是... 我們加那個煉乳的 煉乳 煉乳跟香 我來吃這個 你來吃那個 好,我們來吃不同的 然後嘗試 這個也是... 你那邊 百貨人的... 招牌 招牌 對 這個又不一樣耶 對,是杏仁鳳梨冰 吃起來都... 很滴 很滴 那我這個呢 你這個吃起來非常的幸福 有種幸福感 幸福感 對,幸福感 因為釣很多耶 是不是 讓我來吃吃看 對啊,幸福人 對啊,就像你跟隨意哥 這麼幸福 沒有 我還要吃嗎 好 我來吃已經很幸福了 除了剛剛的綜合豆花 鳳姐現在吃的杏仁鳳梨冰 還有宜君吃的仙草奶凍 每一樣都是這間豆花店的人氣商品哦 用古法熬汁的鳳梨 酸甜鮮香 在酷熱的季節給它吃起來 就是清爽消暑 這個仙草奶凍不甜不膩 大人、小孩都喜歡耶 而且吃下去就像老闆說的一樣 會有一種幸福感啦 你看 幸福到夫妻倆唱起歌來了啦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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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路變作妖 我愛你 你的笑容唱貴 我的感到你的笑 用我的音樂作為你的笑 好,好,好 好幸福 現在我們今天有老婆 好,也有新娘 我們再吃這個入口一小時 實在今天覺得很有味道 有好的滋味 還有很好的人情味 今天我們來隨便隨意 這裡也好嗎 是... 不是 資相是也是常美 好 來這裡玩 如果有空 我們走走也不錯 好,謝謝各位 好,謝謝 很大,謝謝 夕陽西夏 美鳳姐和陳隨意夫婦 又馬不停蹄的趕到王宮漁港了 而且坐著替有車朝著海邊出發 因為還有另外一樣 入港的名產要介紹給大家哦 美鳳,現在在彰化的王宮海邊 其實夕陽是非常的漂亮 對 謝謝 雖然說日子很熱 但是這個時候很熱 好,但是我們來到這裡 除了新場風景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任務要完成 那就來 來,麻煩你來告訴我們 在地的六甲人 對 我們這裡是中華的王宮 六甲就是中華的第三 也是六甲的名產 蝦蝦 蝦蝦,蝦蝦是蝦 蝦蝦蝦 蝦蝦蝦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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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我們這裡是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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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蝦蝦蝦蝦蝦蝦�蝦蝦�蝦������� 對不起 因為我想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看 阿柳他身材是非常的... 確實很壯 但是你就是一個手臂 你另外一個手臂 雖然沒有在了 但是不影響你抓 黑狗 黑狗厲害 是不是 所以你是撐王的 那不容易,很厲害 抓久了 抓久了就已經手能伸巧了 對不對 好的,現在我們就把握時間 趕快就來了解一下 什麼叫吃黑狗 好,黑狗厲害,麻煩你了 現在要... 我事先... 提議已經煮好了 台語會通 對,台語會通 我現在煩一定要先做好了 煩,做好了 就是這個煩 這個煩 這樣煩 水來沖一下就好了 這樣嗎 對 水沖要多久 多久就... 對 這個快 不然現在要白金力 好 各位觀眾朋友 在這裡先提醒大家 給大家一下 抓黑狗 可是要看潮汐的哦 現在這個時節 大概要在早上五點 或是傍晚五點左右 退潮後 才有機會抓到蝦猴 而且在這茫茫的大片海灘上 要找到蝦猴的洞穴 也是要靠經驗的耶 你看 這圍起來的沙堆 就是黑龍大哥找到洞穴後 先挖起沙土 築成一個堤 然後在尾端放個籠子 接著呢 就是用沖水馬達強力沖水 只要抓純蝦猴的習性 保證可以大豐收啦 美鳳姐 美鳳姐 沒有手最輕鬆的那麼簡單 這位有放進去嗎 腳在跳舞 腳在跳舞 它都是經驗累積的 對 這支不好 它一支... 我兩支手下去 好 好啦,你是了解啦 美鳳姐,這支有媽媽手撐 好 好,懷孕了 豬豬,你怎麼看 好 看到這裡,有沒有 這裡 豬豬 美鳳姐 水的 來測試,剛才剛才的 我們剛才的樹枝 那個蝦翁哥哥哥哥 我們會怕是一顆嬰兒而已 有時候是 沒有,因為它水裡的蔥 你太大了嗎 簡單 真的經驗都困難出來 你看 你看都被人,這被人 你看 蝦翁哥哥哥 它平常就是有時候會 就是如果你想要來體驗 它也可以像導遊一樣 帶你來體驗一下 然後抓了很多的時候 它又可以 好像很多餐廳都要 它又可以賣給它 然後有時候 你自己也可以來體驗一下 是啊,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有機會來到彰化器頭 其實來這裡找黑龍大哥 體驗一下抓蝦喉的樂趣 也是不錯的 而且還可以同時欣賞 美麗的夕陽海景哦 好,來 大火 好 好 現在幫我找黑龍大哥就對了 航廠一組 真的 一分鐘時間而已 對啊 很高 很高 好,現在先去哪裡 當然要處理 處理了 處理了 料理,不要... 好,不要料理 說料理好了,不要處理了 你加多汐 你都知道怎麼處理 或是哪一間比較多處理 洗過 好 這個我們來... 也是來看看 對,我有很精彩 這樣帶你走就好了 好 帶你來餐廳 好 走 這就是成品 剛才我們來... 剛才美鳳姐在說 剛才在黑龍大哥 說我們帶他來餐廳 他就一間餐廳 處理 處理 料理 料理啦 對 就是料理大飯店 料理 其實美鳳姐 我在六天我們這裡土村土村 已經... 幾年你要說 誰在你... 現在一隻比較大 我不會說十八年 三十多年了 好的 所以第一次在六天馬祖廟 的廟間 十八年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體驗 想到我們家裡的時候 都在我們的... 以前都住三合院嘛 是,三合院 都在那個餐廳 對 住餐廳,在吃飯 因為我們這裡... 像廟宇的廟宇 廟宇的廟宇這裡 很多遊客都會來 對 還有在地人 或是台灣的祖宅人會來以外 因為旁邊都有很多好吃的料理 很多 其實太多了 所以在這裡他們可以吃到... 這裡的那種海膠 海膠的料理 對 來,我們現在就來試吃看看 好 好 美鳳姐,我幫你用這個... 這是... 海膠酒炒飯 蝦紅醬炒飯 對,來 謝謝 它之前吃... 像S5醬 S5醬 還是這雞味醬 應該是蝦醬 謝謝師兄 謝謝 像美鳳姐 你來六天 這一定要好好介紹一下 加這個 它想說沒等你 我先吃 飯好 這樣下去很香 對,這是海味 海味 海味 海味的味道都清深了 本身也是糕炒 對,因為這個老闆娘 黃月亮小姐 黃月亮小姐 我都叫他月亮節 因為... 他算... 現在已經到第四代了 第四代 月亮節是第三代 自月亮節的阿公 爸爸到月亮節一代 重點的重點是 這個月亮節 所以月亮節是第三代 這是月亮節到月亮節的... 這裡開始... 手頭這裡 才研發出來 我就說很多東西 它死在地 不過因為環境不一樣 譬如說現代人 可能要吃東西 口味有很多變化 那為了要應付 或是配合現在的腳步 對 所以它就在研發 對,一直改變 也是一直改良 適應大眾的口味 對 譬如說 如果這個XO醬 像干貝這樣之類的 也很聰明 月亮節 它就會成功 如果這樣 我們也用這個食材來作成這個醬 對 懂得利用在地的資源 製作出全新的產品 這就是鹿港人厲害的地方 而且這個蝦喉醬 不管是炒米粉、炒飯 或是炒青菜 都會讓料理更加分哦 不過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知道 製作蝦喉醬不但炒工要厲害 蝦喉的選擇也是關鍵的因素哦 這個蝦喉醬的蝦膏醬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官僚 聽他的名字就知道 就是蝦膏 蝦膏 可是蝦膏還不是... 剛才我們在那裡的 青菜 隨便一直蝦膏就可以做 我們剛才有青菜 我們剛才認真 你怎麼這麼說 我剛才認真 我一直說不是隨便哪一隻都可以做 要挑過 你試過... 要出海軍陸戰隊 要逛蝦童體位 這樣... 我... 這裡可以做海軍陸戰隊 所以要逛過就對了 要逛過 像這個... 這就是蝦膏醬的主要原料 每次吃水果不一樣嗎 沒有 這是蝦膏的 蝦的 蝦的 要怎麼這樣,蝦的 而且蝦膏才有軟 軟才會香 蝦膏才會香 剛剛我們在抓的時候 它肚子不是都還軟嗎 對 而且這個就是蝦膏 這是蝦膏的蝦膏 而且我們要做蝦膏 一定要頭尾都去掉 會尷尬 因為去頭尾 頭尾到外面 可能吃蝦膏會燙燙 對啊 會不舒服 對 好 再來就是 還有包括我們的櫻花蝦 櫻花蝦 東蝦 東蝦 對啊 還有一點點的辣椒粉 跟一點點的紅油 就是辣椒粉 但是那一點點而已 所以不會讓你感到會香 可是它味道 就是整個化妝天青 當然還有一種黑黑的那個 就是... 蜜蜂 不能說的秘密 不能說的秘密 什麼意思 蜜蜜啦 蜜蜜 附近年月亮節日可以藏蜜 裡面很多很多東西 還有包括很多中藥 還有一些... 我們這裡可能... 美鳳姐怎麼在這裡頭上 我說可能因為美鳳姐沒看到 但是我們... 剛才來自尊人說 沒關係,隨意 你沒看到 沒關係 你放心 待會兒 我在說的時候 後面後製 他會把圖片帶在裡面 還有後製兩個字 這樣 沒關係 我其實這樣有清楚 好 誠實的男人 好,謝謝 好愛你哦 我跟你講 我真的... 隨意,你真的太棒了 沒有啦 今天由你來 可以把它講得這麼用心之外 除這個之外 我希望你盡量講 因為平常都我一個人 我都沒辦法吃 你盡量講 我可以... 你盡量吃啊 我今天都... 美鳳姐 你現在只吃了蜜蜜的料理 但是你沒吃到真的蜜蜜蜜 現在還沒那麼鹹 他早上說真的蜜蜜蜜 我以前有試過 蜜蜜 你們說蜜蜜 蜜蜜 你說蜜蜜 我們說蜜,誰說蜜蜜 蜜蜜蜜 蜜蜜蜜蜜 我們說蜜蜜 我們說蜜蜜蜜蜜蜜 好了,我們再做兩者蜜蜜 我們是要撲蜜蜜蜜 說在蜜蜜蜜 台語真的很博大精深耶 光一個蜜�蜜 各地都有不同的講法 今天也算是 對,各地都有不同的講法 今天也算是上了一課哦 美鳳姐 來,因為我快點,我有過頭 以前他要吃就給他 就算了,他已經過去了 我抱你 好,跟這隻鴨鴨鴨 前面這一隻 對 那是蛋嗎 那也是鴨鴨 這隻有的鴨鴨 是 這隻什麼給你換鴨鴨 等一下 這不是... 不良 美鳳姐,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現在會笑 但是我告訴你 不笑原因很不敢 怎麼說 我們的鴨鴨有暖鴨鴨 鴨鴨也有暖鴨鴨 暖胳 暖胳的黑膏 瞎吼 暖胳的瞎吼 這是... 現在下去不可以吃再吃 沒關係 吃再吃 這個是... 冷靴的意思嗎 它是吃同體會 它是特同體會 就是它剛換殼完 它也是吃過 在外面這裡在大便 是最好吃的時候嗎 全是最好吃的時候 沒關係,它有一個清理 清理 下去才會再吃一千、兩千、四 他趕快吃 打瓶 這裡有啦 吃又有,吃又吃 還鬆鬆耶 你看 他以前要做 我吃的時候都不告訴我這個 沒有啦,你兒子太快 他不會說 他以前在家裡吃的時候 他也不告訴我 這是... 好,老人家在吃 不用,這是... 他讓... 老闆娘他挑釦拿出來的 讓我們比較... 剛才黑龍 我們在抓到後面的黑龍 他主題有告訴我 這個軟殼的黑龍 在過年那時候最多 過年的時候 他就... 最好吃 包括黑龍大哥每天抓到後 他都沒有人 抓到軟殼 他都沒有人 抓到這裡 對 好珍貴 對,今天美鳳這次來到六港 很感謝小姐 你們高師母的 很多帶美鳳去四街走一走 不然六港人很真誠 很有認真味 很熱情 很熱情 對 對 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還覺得說... 這麼多的東西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再介紹一下 有的人都不知道要怎麼來吃 就要來吃 像這個也是很好的體驗 對 還有我們今天又去菜市場 菜市場 那個... 小米 小米 島火 島火 鹹鳳、蝦蟲 對 都真材實料 很好吃 也希望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所以介紹一下每個地方 非常感謝 再度謝謝兩位了 謝謝 謝謝 祝你們的專輯大賣 謝謝 很好聽 謝謝 來,各位朋友,記得 每禮禮到五鐘、十二點 到一點 記得想看它美鳳有約哦 待會兒大家再見 好,拜拜 拜拜